中国籍前导游杨银被控失信老妇中庆春110万元的案件第二天虚审 而老妇的好友张碧珍今天作证时表示 自己曾同老妇联名购买基金 并且相信杨银曾擅自兑现基金 记者李凯英报道 认识老妇中庆春近60年 自2005年就搬到中庆春的家和他同住的好友张碧珍共证时透露 他卖了自己在乌落的房子后 在2007年以20万元向华侨银行购买基金 他要求中庆春联名 以防自己如果出事 有中庆春可以帮他处理 由于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没有收到银行的通知 张碧珍在2011年8月19号到银行查问 才发现基金已经被兑现 钱被转入中庆春的户头 基金外加利息当时价值约15万元 他向中庆春查问 中庆春表示不知情 但当天开了支票要还钱给他 但支票最后因为户头款项不足 没有兑现 张碧珍说据他了解 当时只有被告杨银可以动用中庆春的钱 所以质问杨银钱的去向 但没有得到回复 杨银最终把钱还给他 他也就不再追究 辩方律师反驳说 证人曾在2014年的8月2号报案 当时的口供提到20万元 张碧珍被盘问时则多次强调 不记得去过警局也没有报过警 张碧珍被盘问时说 他在2011年11月搬出中庆春的家 是因为他的老友中庆春宁愿相信杨银 不信他 第二名证人是中庆春已故丈夫的朋友 陈一军博士 陈博士表示 见过第二项控状中提到的中国画家彭仙成的这幅画 也陪同中庆春购买另一幅吴迅的画作《红叶三郡》 证人在庭上确认了这两幅画 并表示他认为画作不是赝品 控方共有13名证人 而至今已有4名证人出庭作证 试信案审讯预计将进行到这个月的12号 新权媒新闻记者李凯元报道